带起拳击手套 眼神坚定向前挥拳 拳拳到位 每一次的练习都不马虎 他是来自金融高中的拳击选手陈玉成 日前在全国选拔赛获得金牌 成为金融市第一个拳击国手 我未来就一样继续努力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为国战挂 陈玉成高一时 就为金融市拿下第一面全中运全级金牌 但到高二时又因为屡屡战败 而一度想放弃全级 到了高三又重新振作起来 在国手选拔赛获得金牌 每天苦练至少得打4000拳以上 让他常常练到手受伤 甚至脑震荡都不放弃 刚上高中的时候比较找不到目标 然后我高一的时候看到很多 就是同辈的都在打拳 就是大家社团都在打拳 所以我想说就是跟他们一起结束看看 后面越练越有信心 然后再来就是拿到全国选择以后 我觉得应该要 就是努力应该要跟上这个名次 因为他的量级来说算矮的 他说不算高 连我都算矮的 他也算矮的 就他是打50次 他有比他高一个头 他对手就比他高 他有一个比他高很多 他说我看好像是可能倒数了身高的 就身高不算 可是他完全又是就晋升 就是贴近别人 就不给对手机会 那真的是高的人也会怕这个 他真的在这个晋升技术 连我都比不高 祝你生日快乐 陈玉成苦练两年多 获得了国手 议长童子伟 晋雄市全级委员会主委 施伟正 集市人府教育处科长 杨永芬 校长钟定仙 提前为陈玉成庆生 我在看他训练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刻苦 他一天要打4000拳以上 4000拳大家可以想象吗 他带着伤在训练 有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练过田徑 我知道这个选手训练的过程中 非常刻苦 那其实最后都要靠耐心跟毅力去撑过去 所以 真的非常不容易 拿到这个季隆第一个国手资格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让 他这是一个成千起后的开始 未来可以让其中的学弟们 有更好的训练环境 他真的是贡献卓著足 那要特别谢谢李硬教练 他真的是穷追猛打 他这每天都赖我这个选手的境况 那韋政议员主委 对这个拳击的运动非常用心 我刚才才发现说他高中的时候 有打过拳击 难怪他也这么投入在这个运动 所以大家好的人才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想这个运动的发展在基隆 就会有好的方向 基隆是一个多余的环境 比较着重在自主训练 有些是选手遇到天后因素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外面训练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会在室内训练 所以相对来讲 教练跟选手之间培养默契 以及训练的质量 就很重要 那很感谢能够有这样子的组合 让我们基隆的拳击 能够出现在全国的赛事 或者是世界的赛事上 所以希望 我们也期许就是 育成这样的选手 未来可以在国际上出现越来越多 尤其是代表基隆出赛 能够让基隆体育的人士 能够越来越多的投入 森林府教育处体肩科长杨永芬也宣布好消息 森林府将补助基隆高中 设置一座国际比赛擂台赛 在八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 在八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 持续支持运动发展 基隆市在运动的这一块 虽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但我们绝对支持选手 那像全集 不管是任何的项目 我们都很支持 像全集这一块 我们知道他们场地受限 在今年就会补助在选择八斗高中 然后设一个三十万的可拆式擂台 那在基隆国立基中 这边呢 我们会有一个一百五十万的 国际比赛型的一个擂台 让选手可以长期的一个训练 那每一间学校我们都会折重点 让学生可以不受学区的限制 那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都可以到那个学校来做 继续运动的一个发展 那也恭喜我们余城这边 那一位来场地就会建置好 让我们选手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陈玉成四月要到哈萨克参加国际赛 期望用自己的双手 为基隆 为台湾争取荣耀 成为台湾之光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